但是一到冬天就真的搞不定了 我想說這件事是令我每天都會在恐懼之下 那次搶了她的Presto 卡 不是啦,是真的拿槍那些 是嗎? 你有沒有聽過印度的口音? 有沒有聽過斯里蘭卡的口音? 有沒有聽過菲律賓的口音? 好像印到Sutopia的阿閃那樣 Hello YouTube! 那接下來2023年 大家應該是說了尾班車 OWP、Stream B和Stream A來加拿大 那這次我們就想分享 我們覺得十件事來加拿大之前 是生活上要有心理準備的事 那說明先,這條影片就不是故意向大家 Discourage 大家不要過來 反而是想分享一下 我們過來之後 留意到和香港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讓大家都有一個情緒上的緩衝區 那你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 那另一件事呢 就是這裡真的很乾燥 還有一些靜電問題 也挺嚴重的 我在香港其實都很懶 我完全都不會塗上唇膏的人 但我來到這裡 我每天 差不多每隔十分鐘 五十分鐘就要塗上唇膏 因為我嘴真的很乾 然後現在我的嘴是 這裏就是很爛的 給我 夏天也比較好 乾燥 乾燥 沒有香港的濕熱那麼焗 那麼乾燥 挺正的 但是呢 一冬天就真的搞不定了 因為你再加上 開了暖氣之後 嘩 整個屋是好像乾到 地上都很像木地板龜裂一樣 之後第二天的喉嚨 是完全是 呃 這樣 變成佛地摩 起床 剛才來說 是引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靜電 這件事是令到我每天都會在恐懼之下 就是你每次穿冷衣 或者有毛毛的質地的衣 一脫 之後一碰到雙龍頭就會 嘶 這樣 應該不是普通摺 就是啪 你會感覺到 電蚊拍那一隻 然後有時候脫褲之後 腳毛是可以 豎起了 這樣 摸摸摸摸 這個是少許噴妖 而且解決不了 肥丁心裡準備是要電 被人電擊 在這裡 接著講完正點 光速就是這個脫髮問題 應該是每個人來加拿大都有這個問題 加拿大一向都是硬水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個BITTA的淚水器 這個就是每個人來加拿大一定要買的東西 我們就淚完水之後 首先再喝 我們就再加了一個步驟 就是淚完之後再煲來喝 但其實有沒有效 其實沒有 應該是好了幾天 兩三天都好了 一開始好像有用 但之後好像有抗藥性 然後也是沒什麼用 也是會脫下脫下的 而且洗澡有放在水龍頭上 都有塗到普遍的生髮水 生髮水 生髮水 有些生髮水有沒有用 就是塗完之後會有一點點痕痕的 但我覺得這些是不是刺激的 因為之前我都塗過生酥水 都是痕痕的 真的嗎 對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我的額頭那些角 可能會 怎麼說不是拖的 就是小了頭髮 然後塗的那些位置 是有寶寶毛出來的 寶寶毛 所以應該是對那些髮線真身 那些無狼刺激 對 但我想對於頭皮 防脫髮應該沒有什麼 很大幫助 好 那之後就說一下交通的問題 除了開車之外 就是搭TTC TTC就是包地鐵 和巴士 還有Street Car 就是在下面的area 那裡運作 多倫多的地鐵線 你可以看一下這幅圖 然後再對比一下 紐約、東京、香港的地鐵圖 其實整天都成為笑柄 這個TTC的地鐵圖 是被人笑了很久的 只有三、四條線 這樣 貫穿整個這麼大的地方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 去不到的位置 還有 經常都有很多事故 有些安全問題 有些 機械問題 有一個apps 就叫做TTC Watch 這個apps 那裡面就可以看完 TTC的更新 有哪裏壞 哪裏去不到 那樣的 那樣東西就要習慣 就是TTC其實是沒有WiFi 就是它月台都有的 但是當車子走的時候 就沒有3G 現在都習慣了 在地鐵上就不看電話 那再說回這個TTC的地鐵站 其實也有少少殘舊 還有一些危險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就是冬天有些homeless會走進去的 你不搞它其實沒事的 但是你如果這麼不幸運 你拿錢 你不給它 它可能會無緣無故 剛才有罵你 又或者那次搶它 那張Presto卡 想搶而已 想搶 然後就搶 然後就走 然後就走 所以就看到一些痕跡 古怪的人 就盡量走遠一點 接著來 就是有九成的站 都是沒有玻璃幕門的 就是沒有東西閘著你的路軌 以及你站在月台的位置 就經常都聽到有人推人到街 就是無緣無故坐車 就會說有一個人進了一個路軌 對 然後就要馬上停車 其實是幾危險的 其實 說到這些 就延伸到一個危險性的問題 就是來到這個發現 原來 罪案都來自己幾近 就是以前在香港看新聞 經常會說 美國最近發生什麼槍擊案 就不知道什麼傷人事件 就覺得哇 這麼恐怖 外國那些 就是會這樣 但是來到之後 就發覺原來 真的會這樣 真的會 有人在地點站 stapping 對 就是基本上 每天都有一兩單 是stapping 就是無論是streetcar tc 或者 在街上會 shooting 對 然後有個朋友 是做這個攝影 然後他就說 蛤 你這裡shooting 我也想去 什麼shooting 不是啊 是真的拿槍的 那些 是嗎 說就是這樣 但是多人多 都是全球第三方的城市 第二 是不是第二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第二 第二 但是我們來這裡 就是從未都沒有遇過這些事情 是的 不過就看看什麼地區 其實 Dantan就好像是多些 還有一些 可能是Saga 我們經常都有這些 Saga Saga Scarborough 那些 Markham Richmond Hill 也少 說完這些那麼沉重的 這個GTA 這樣的生活之後 我們說一下我們的 穿衣 穿衣來講 其實就是 香港冬天 你會穿 HITTEC 穿冷衣 穿大衣 穿 但是這裡 一動就動到腹 腹到其實你都穿雨絨了 那你一件雨絨 凹著 其實基本上 裡面穿什麼都沒有所謂 冬天來說 我上班都是一件雪褲 再加上一件HITTEC 還有就是 記住 不需要買這個Ultra Warm 普通最多一件HITTEC就算了 Ultra Warm 真的沒有穿過 真的沒有意思 真的沒有意思 可能真的全天出去 雪地褲20度才穿 HITTEC褲 有穿過一次 就是去溜冰 因為腳真的太冷了 HITTEC褲也有用的 但是HITUltra Warm 那些不需要 Ultra Warm會要生意費 對不對 室內會生意費 對啦 說完穿衣服之後可以說一下 煮東西 又說得到 要準備說وق 兩個拿手菜 對呀 額目 7個菜 也是的 每天1個 每天2個 如果想不到什麼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一個禮拜吃什麼 在這裡 在我那邊 來吧 一定是 所以大家加油 還要有心理準備 出去吃東西不太方便 吃了好像要吃大餐才出去吃 樓下的小食 都已經是香港的剩餐 三千包 4個月已經90元 就要交稅 貼士 不是吃不起的 但是你覺得心痛 不值 不值 你想回香港 30元最多 吃個包 接著就是講一下我們 跟這裡的人怎樣溝通 不是學英文那麼簡單 你有沒有聽過印度的口音 你有沒有聽過斯里蘭卡的口音 你有沒有聽過菲律賓的口音 即12和3rd 和4th 它就是3rd 3rd 3rd 你整句是怎樣 4th 4th 有什麼 很壞 歡迎來到菲律賓 還有不是工作 有些銀行 WiFi 電訊商 很多都是 可能是印度人 或者是其他國籍的人 那些口音都是有點難明白 很多人都說 你加大不用說英文 去晚區就可以了 他也不是 不是 你工作 如果你打橫工作 又不會工作 所以你一定不會是 不用說英文 你又要去下廣東吃東西 你去超市也要講英文 最簡單的 你考車也是 我沒有英文考的 對 也是 我考車那些都是印度人 然後他賺了印度人的書 很漂亮 然後他就被我PASS 還有一件事要習慣的 就是大家都說了 加拿大做事是真的很慢 慢的那些位置是一些行政事務上的 可能是銀行 牌照 那些 就是等一個印度 都好像Zootopia 那些閃 那樣 基本上都要等一頭兩個月 才收到那些密卡 密卡 還有機會不對 對 還有機會不對 那一刻真的濕勁了 就是 例如我 做這個 香港的 引擎的 資歷 然後過來 可以轉 就是 參加一個 工會 你當是 PEO 我E-mail了所有文件給他之後 他就每一個月 約我 你要加這些文件 這樣 11月1封 12月1封 我10月搞的 之後 他每一次都叫我加文件 但我已經每一次都交給他了 他那條Hotline是搞不通的 不是他這個Hotline叫你留言 說你的名字 還有個Case File 然後呢 他就E-mail回我 叫我等我 哈哈 他說收到你的電話了 這樣 你就等一等 哇 真是 好瘋的 之後另一個人 就是有心理準備 就是一定要學車 還有一定要 迫自己學懂一些車的知識 以前可能會寫得 半個小時 九個字 去Norvius那裏買菜 但現在可能你走幾步 去別人那裏做健身 都不想 都不想走 都不想走 3分鐘 還有除了會開車之外 你也要懂一些相關的知識 即是你車冬天 要換雪態 之後那些雪的東西 如果你善態怎麼辦 善態要怎麼扭態呢 冬天 穿不到車怎麼辦 那這些都要學 其實 最重要的事情有心理準備 就是這裡會很少商場 大自然的活動 反而多一點 對 即是不會有一棟的商場 讓你走 即是不會有浪浩荒 不會有欺慎 Ethan 就是比較常見 但你不會過個星期 都想下單攤 因為真的很多人 還有很失車 還有很多人 我不想回答TTC 我不想回答TTC 所以 所以就不會過個星期 都走商場 即會專注在精神的世界 即不是物理世界 即是一個體驗性的消費 是的 所以有心理準備 就是你要改變你自己的思維 即是慢慢從香港那種 什麼都要快靚正 這邊就是 你要慢慢浸下去 在這個生活慢慢感受 你明白嗎 OKOK 你明不明白 都明明的 浸沉色體驗 是的 我們總結了10個 即來到加拿大之前 有些什麼小小的心理準備 希望大家可以來之前看看 就叫做Ready 來這裡 有些什麼 可能跟香港有些期望 有些什麼不同的地方 是的 即是沒有說過到來 嘩 很幸福 跟香港差那麼遠 是兩種不同的生活 我覺得是 是的 所以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未看的朋友 都希望幫到你們 最後就記得 留言、分享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記得追蹤我們的IG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沒有什麼特別的 應該很絕望